如来教化众生的真实意 我们没能够表达出来 那依旧是遗憾 体会到真实 必须要自己真正去用功夫 这个功夫就是在四相上尽理性 这是真功夫 宗门所谓从根本修 这就是的 宗门如是 教下哪有例外的 会修行的 就是抓住这一点 在日常生活当中 认真努力 力求相应 所谓相应 极似明理 处处见性啊 真正是 头头是道 左右风云 这个境界 是可以清正的 境界心情 一定生大欢喜 出地菩萨叫欢喜地 他那个欢喜从哪来的 就是即死而征 凡夫着在思想上 迷失思想里面的 心里 距离 迷失 四相里面的 心里 主相 不建性啊 迷失 不知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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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性相異如了 所以才生大歡喜 經論裡面常說 利一切相 記一切法了 我們要懂那個利是什麼意思 利不是不要了 不要了 你到哪裡去先信 你到哪裡去明理了 利是不執著的意思 不分別 不執著 教理